如意 你瞧瞧 家贵妃给御氏写的家书 里面极尽忠心所言 还要御氏一族 竭尽所能地效忠朝廷 如今御氏族内回信了 除了请安谢恩 还要朕派皇子去巡视御氏 巡视御氏 皇上想好了派那位皇子去吗 派永成去呢 无疑是让他亲近了御氏 这永齐啊年纪虽小 但行事稳重 朕在考虑是不是让他去 其实宫中皇子就这么几位 难道御氏不会想到 皇上会派那位皇子去吗 你的意思是 他们猜中了这回派哪位皇子 然后有所筹谋 正如皇上所言 若派永成前去 自会让他亲近母族 助长外戚势力 若派永齐去 家贵妃不惜永齐 一世岂会喜欢 再说山高路远的 永齐要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皇上可不好怪罪于是 不得不防啊 如意啊 还是你想得周到 好 这既然如此 朕就派贤亲王去出寻御氏吧 嗯 贤亲王见识极明白 就算御氏有不轨之举 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是啊 若是御氏真敢如此的话 贤亲王也可借机敲他 皇上申明 前些日子 朕派人在查野马入临之时 这永成的行迹可疑 背后必定少不了 家贵妃的指点 和御氏的支持 朕打算让她出宫开府 总之呢 离家贵妃越远越好 是 给我 请皇后娘娘安 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玩吧 用棋呢 放这儿 我可在里边用功呢 吴家驾我兮天一方 远脱一国兮巫孙王 穷庐为士兮粘为墙 乙肉为食兮烙为疆 居长吐死 皇后娘 儿臣给皇后娘请安 快起来 皇后娘请坐 你的字写得越来越好看了 皇后娘 昨日 皇后娘 昨日皇阿玛召见儿臣了 皇阿玛跟你说准个二的事了 皇娘如何得知的 你方才读的诗 是细君公主的黄狐哥 虽为直言边塞事 但具具事观边塞 更是提及了 为家国远嫁的公主 儿臣惦念姑母 皇阿玛也是十分思念姑母的 所以儿臣已经向皇阿玛禁言 既然达瓦齐不思殷亲之意 如此不屑 那皇阿玛也不必再姑息了 不如为了大清安定 对准盖尔用兵 也请姑母端书掌公主还巢 如此也可全皇祖母和姑母的母女之情 皇阿玛跟姑母的兄妹之情 永勤啊 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你皇阿玛也是知道的 以前皇阿娘让你韬光养晦 一代来日 如今你的时日来了 要好好珍惜 替你皇阿玛分忧 但是也得谨慎行事 儿臣明白 儿臣一定紧及皇阿娘的教诲 准个打瓦齐藐视朝廷 心存逆法 不愿顺服 朕决意不再姑息 命两路进兵 征讨大瓦齐 是 八陵部亲王熟悉准盖尔 可指挥作战 再命八陵部两千将士参战 早日平定准盖尔之乱 皇上授兵 皇阿玛曾让儿子在兵部学士 如今对准盖尔用兵 儿子居然不知 皇阿玛是不打算用儿子了吗 先别着急 我怎么能不急啊 这两个月来 皇阿玛多番赏赐 三哥和五弟及他们的生母 我以额娘无人问津 而且额娘所说 御事要求皇子巡视 皇阿玛居然派了贤亲王去 根本没动我和五弟的主意啊 皇上此次安排 确实在咱们意料之外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永长 不是额娘说你 那日在医院你也太不小心了 那天你对那些野马亲近 怕是皇上起了疑心了 儿子只是想在皇阿玛面前表现表现 皇阿玛这就对儿子起了疑心了 算了 也许是额娘多虑了 不过咱们此前的安排 算是全白费了 只能日后再做打算 对了 永长 王爷那边传来口信 让额娘给你找个福尽 寻门得利的亲事 一座后院 李公公到 奴才给家贵妃娘娘请安 给四阿哥请安 李公公怎么来了 皇上有旨 传 皇上口谕 四阿哥永成早已成年 命即刻出居宫外府邸 吴氏不得入宫 额娘 李玉 你可别传错了旨意 这皇子向来都是成婚风绝 给了府邸之后才吩咐的 永成还尚未成婚 为何要搬出宫去 皇上圣意 谁敢质疑 您哪 听奴才宣读完皇上口谕啊 八阿哥永玄 即日迁往协方殿居住 十一阿哥永兴年幼 暂留启祥宫 悉心教养 此事为何如此仓促 皇上之前从未提及 皇上圣意 家贵妃娘娘 您遵旨就是了 您遵旨就是了 奴才告通 和娘 永成啊 咱们是遭人算计了 皇上真是多嫌弃咱们母子 是谁 和娘 是谁在害咱们呀 这开了春哪 都是好消息 朝廷对准个儿的战事 节节胜利 看来平定西北 有望了 得人心者得天下 皇阿玛后代 多尔伯特布上下 亲王车陵 在平定达瓦齐的战争中 出尽全力 又有巴林部系统作战 达瓦齐意图自立 不敬朝廷 自然是失禁人心 节节败退 准个儿来了捷报 达瓦齐又来信求和 你怎么看 此时求和 显然是出于畏惧 想要转还 而非真心 若要被这样的狡诈之徒 求得回旋余地 恐怕来日 要反咬一口 可达瓦齐 又以你姑母为求 求朕 以殷亲之义为念 永齐 朕知道 你最重情义的 华马 情义 若能当时何矣 那不失为后德 但如今 达瓦齐眼见战败 才来求和 愁根已埋 若要再顾念情义 反而孤膝养奸 好 好 好 永齐啊 比起从前哪 你在情义之外 又多了份从容理智 朕很欣慰 尚书房的师父告诉朕 你不济于永成之前 常常教永玄 读书写字 堪称皇子表率 对 八弟离开生母 在尚书房读书 儿臣作为兄长 理应照顾 很好 永玄这个年纪 也是该学骑射了 本应该是永成多多照顾 和他最近 总心不在焉 你若是有空的话 就多带永玄 去南苑骑马射箭 儿臣遵旨